Layon聊世紀 天鹽龍哥星 大家好 我是Layon 今天要來看不列典人對上不列典人 這場比賽是諸神之戰2 好 那很久沒有看到Say My Nay對上Viper 兩位都是蠻厲害的選手 但Say My Nay最近的排名比較在團戰有表現 他在單挑的部分很久沒有看到他 稍微介紹一下 Say My Nay他是一個越南選手 我目前心中第一名的越南選手還是ACCM Say My Nay應該是排第二 Say My Nay他這次選的文明是不列典 跟Viper是同一個文明 在賽事中撞文明其實蠻特別的 我們就來看一下 兩邊如果同文明的話會怎麼打 好 那先來介紹不列典人 不列典人最大的特色 就是他吃這些可以訓養的動物 吃得非常的快速 而且他的不列典的城鎮中心的造架 木頭是半價的關係 3TC開弄是非常快速的 當然他的弓兵也是射程最遠的弓兵 基本上不列典人他是全能行的文明 弓兵步兵騎兵都可以用 騎兵部分雖然只有做裝騎兵沒有遊俠 那也沒有品種 所以用起來還是用這個弱馬來說會比較好一點 弱馬的部分只有輕騎兵 但是有這個三防的關係 所以到對方的城鎮中心騷擾 也不會到吃到這麼多傷害 反而很坦 所以不列典人的弱馬 主要是打對方的工程器 或者是拿去貨牌騷擾的是主力 那不列典人正面戰呢 還是要用這個槍兵跟長弓 或是強弩作個搭配 還有這個巨型投石機的戰狼科技 作為主力 好 那接下來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目前看到vip的地圖 左邊有一個果子 上方有石頭後面有主金 看起來有點慘 這個黃金在後面還OK 但果子在前面 可能前期果子可能會吃不完 那下方有黃金還OK 它的附近的部分是比較慘的 我看到 兩個附近都是在正前方 這個不太好 上面有一些路 那這張地圖路是蠻多的 如果把所有的路趕完 應該可以撐到地龍時代 應該是沒問題的 然後打一個極速漏馬開 好像也不錯 因為陸群夠多的關係 那目前看起來vip的這個分數 應該是只有三四十分吧 這個有點慘 兩個附近都在前方 那木頭的部分呢 只有這片比較OK 上面這個有點薄 而且也不太好防守 不管怎麼會vip的防守的資源 都會相對來說多一點點 那看到Cmine這邊 Cmine這邊的一個佈局 它的看起來就很好 這邊稍微微死 然後這邊稍微微毒口 再玩一下就搞定了 但是它跟vip一樣的情況 兩個附近都在正前方 都是朝前方的 這個也還好 這個可能其實還OK 那這個地方的話 也離vip的直徑距離比較遠一點 所以這個地圖看起來Cmine的分數 所以更高一點 而且果汁跟黃金都在裡面 所以至少有60分 甚至70分的合格分數 而且兩片木屑 都是非常厚實的 所以看起來真的是很OK 那vip這邊要面臨的是 地形上的劣勢 好 那目前看到Cmine這邊 已經暗出了幾隻民兵 準備要來棒棒開局 那vip這邊還在繼續趕他的路 好 補了一個房子 快到卡倫口 好 繼續來吃一下 羚羊 下面開了一個新的伐木場 OK 三棒棒出去 結果直接遇到野狼 那這張地圖是阿拉伯地圖 剛剛忘記解釋一下 就是阿拉比亞 所以我們還是要少看一下地圖的部分 好 那目前看到vip已經點下了 支部技術 準備要來點封建時代升級 打的是一個20匹的 應該可能是直接上射箭場 射箭場轉 轉這個槍兵 槍兵轉射箭場 或是肉麻轉射箭場 都有可能 那目前看起來肉吃這麼多的情況下 還在趕入喔 可能會直接下一個肉麻開局 也是有可能 那這邊看到對方的步兵 過來 繼續打 要繼續打肉麻嗎 唉唷 這隻村民可能會被卡死喔 再繼續扁一下 再一刀 哇 vip最後還是被拿下了一村 這一隻肉麻是3滴血 哇 這個三棒棒做到的事情 vip居然失誤了 喔 用這隻村民拿下這隻肉麻 唉唷 不錯喔 欸 三隻民兵怕一隻村民幹什麼 扁他 是我就扁他 會怕 欸 現在殘血了 那可能誰買內 這邊是想要升到封建時代之後 再打一個裝甲 或者是他不想要送掉民兵 想要來打一個黑跳城 因為他地圖其實很OK喔 黑跳城的一個精髓 就是你的地圖很好適合 很好適合 就可以用3棒棒去騷擾 然後趕快去 27P點下封建時代升級 27P加2 然後點下封建時代 然後直接升城堡 那這個戰術喔 在6、7年前喔 大概在HD時代的時候 比較常見喔 很多人都會用黑跳城喔 這是一個古老戰術喔 但是現在黑跳城來說已經 算是跨被淘汰的戰術了 因為現在地圖改動了 黑跳城已經沒有太大的優勢了 就像viper一樣 比較會常看到viper這種地圖 就是很難圍死喔 你就算圍死喔 也要花很多資源喔 對你黑跳城這個進度來說 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CM內用了一個 比較古早味的打法 好這邊想要圍死 但是這根房子 能夠來得及為好嗎 這邊稍微圍了一下 拿幾隻村民去打架 第一次見幾乎第一隻村民 肉馬上來進行開砍 現在肉馬現在有武功的關係 打民兵傷害很高 OK瞬間收掉這些三隻民兵 viper這邊直接使用 給收掉了 那不列電人這邊的P數 打得更多喔 29加2 哇這個比我想像中的 還要再多一點點 好當然肉好像也不太夠喔 農田灑的好像有點灑 對對好再多灑一點 哇他這邊29加2 海上我們去嗎 他這邊是沒有打算賣石頭的 OK 好上方的路沒有去偷吃 其實三棒棒出去打架的時候 也可以考慮去插個模仿 偷吃一下這個外面的野味 但這個不太適合 以黑跳城打法來說 是不太OK的 因為黑跳城的精髓就是要圍死喔 避免對方快攻啊 攻兵啊 或是肉馬 好讓自己先有這個 升城堡時代的優勢喔 好再趕快補下 射箭場跟兵工場 那你就可以待會 點下這個 城堡時代的升級了 那riper這邊呢 支援量還算是 不太夠 雖然剛剛路吃了很多 但塞滿內這一波的騷擾 讓這些村民喔 剛剛有一度時間 是沒有辦法正常工作的 並去拿去打架了 所以這個村民呢 是經濟來說 是沒有到非常好的 但riper第一時間 我們就在挖石頭囉 這邊出來的村民也是 繼續補下了石頭 再做一個經濟調節 那目前 stayman已經點下了 城堡時代 下方這邊再繼續圍 不列典點下城堡時代了 好 viper這邊 不能講不列典 兩邊都是不列典 呵呵 目前看到時間差距 是大概25秒左右 好不列典這裡 西門內補下了一擊 viper就是硬朗一目 早就已經點好了 這個果子只剩下一個人在吃 好下方把這裡圍死 最後還是把自己家裡圍好了 那公兵國家 都是要比較偏防守或反擊的文明打法 就是沒有辦法向馬國一直主動出擊 還是要去補下這個大量的公兵跟槍兵 這個錢壓的威力才會夠 不然就是要搭配老頭 不然對方騎士一個包夾 公兵很容易是被曝光的 好 被投石車啊 奴炮啊 之類的給打爛 所以公兵路線來說 前期不會有太大的碰撞 除非兩邊是打一個不尋常的開局 例如什麼 肉馬開啊 然後轉常見兵之類的 這就另當別論的 那個就比較特殊一點 我們之前影片有出現過這種打法 好 那目前看到viper已經點一下 D跟城堡出的是常公兵 常公兵已經還在生產 那誰買來呢 這邊是打一個正常的 公兵開局 那奴兵的開局 跟常公兵的開局 有什麼不同 稍微解釋一下 奴兵的開局的話 是比較好量產出來 可以獲得極戰力 但是缺點是呢 他的射程來說 會比這個 常公兵少一點 但是這是精銳之後的事情 那目前來說還是一樣 都是這個 射程是一樣的 八射程 但是傷害來說是不一樣 奴兵來說是5加2 7攻的傷害 那常公兵是6加2 8攻的傷害 傷害 傷害力多一點 但是射程是一樣的 那亮場來說的話 他只能用城堡 但以 高端的視角來看 你的成型時間 就只有前面那一點 會有差距而已 因為你後面 沒有太多資源 還繼續轉出更多的公兵 除非你要 然後 不開農 哇 結果 VIPER兩隻常公直接被點掉 誰買內 這邊直接用奴兵 點掉兩隻常公兵 好 那常公現在有傷害的優勢 那因為你單城堡 也不可能一直 按常公兵嘛 對不對 就是你可能 也可以繼續按 但是你還是要回歸種田啊 幹嘛的 所以你雙四鍵場 只有前期這個量產的優勢 到了中後期 也不知道中後期 就到了城堡石 在這個中期的時間點 公兵的數量 其實會跟奴兵 雖然是差不多的 那也是因為 Cmine這邊轉戰毛兵 而且是 單射箭場 並不是雙四鍵場 在出公兵 雙四鍵場來說的話 一定會比 VIPER這邊的公兵 數量更多 但他這邊可能是 顧慮到 VIPER 是打長公 那自己轉戰毛 可以有效壓制 而且不想要投資太多的 這個 軍事單位喔 去做防守 這邊 是專心 Kaino 那VIPER這邊點到了 14隻公兵 那VIPER這邊的 打法的好處喔 是 雖然只能 雙TC 但是長公兵 可以一直慢慢量產 一根城堡 就可以量產出來 這些長公兵 但缺點就是 經濟量來說 不會到很好 那Saman 這邊是打一個 經濟式的打法 所以他就沒有想要 跟VIPER正面 硬打 那 戰毛兵數量 來到了 大概 快要十隻喔 七隻 這邊想要搭配自己的公兵 去做 壓制 當然這時候VIPER已經點下了 彈道穴 OK 這個彈道穴 刺得很準喔 這裡很多奴兵已經被射死了 好 這一波 包夾應該可以輕鬆解掉 OK 五列點長公 加三彈道穴 非常可怕喔 現在我16隻的長公兵 現在這個長公兵呢 就可以 用自己的射程壓制 戰毛兵 戰毛兵只有七點射程 多一點射程 加上這個 八點傷害力喔 只要公兵 鎧甲沒有點到二防 一定會爆痛的 甚至有點難反制回去 這也是Cmine 現在轉戰毛的一個問題 好 但是Cmine現在經濟非常好 補下更多的射程 開始要來量產戰毛兵了 突然意識到 viper這邊戰毛兵的數量 自己再不趕快多轉一些射箭槽 肯定是壓不回去的 因為viper的長公只會越來越多 而且現在我軍事優勢的情況下 壓寶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目前村民殺菌是Cmine 80吋領先viper 大約20吋左右 22村 那長公兵在這個時期 其實也是蠻害怕投石車的 而且他一發 基本上就可以把 大部分長公兵給打倒 原來長公兵的血量 只有35滴血而已喔 是比較少一點的工兵單位的 好這邊用高打滴稍微反制的回去 這邊戰毛兵的想要反擊的念頭 這邊稍微走位一下喔 細節細節 OK 這跟城堡其實差得很棒啊 這上面的墓區喔 跟城鎮中心喔 都會被打倒 OK 這一波牙制 讓Cmine經濟遭受到 一點點的經濟損傷 但是可以點下帝王時代喔 用時代補下之後 Cmine就可以盡情的喔 去轉出自己的巨頭 那這邊要趕快挖出一根城堡 這根城堡可以考慮開在正面的位置喔 這個位置感覺不錯 因為要守住自己的主經喔 還有門面的位置 然後結果補下了下方的位置喔 變更保守一點 因為這個位置喔 是確定可以蓋起來 這個位置的話 如果MIPER剛剛這邊壓制的話 是可以收到這個位置 有一點極限就是了 好這時候MIPER點下了義勇騎兵 城堡打帝王 到底是城堡時代的不列顛 還是帝王時代的不列顛 比較厲害呢 這波長攻秀得很棒喔 一直在秀 好但這邊戰防兵高打地傷害也不錯 但還好對方 這裡沒有靠近攻擊喔 所以戰防兵有點打歪喔 雖然還是有些打到 但是並不是很明顯喔 這個傷害力 好但對方又有彈道血喔 好長攻兵繼續射 這個長攻優勢 義勇騎兵點下 射程變成5加4 9點射程 哇這邊MIPER有點失誤喔 走太近了 好這邊還在繼續秀對方戰盲喔 在滿內這邊戰防兵想要形成有點困難 右邊的城堡已經開始在輸出 這時候MIPER可以考慮開下第三個城鎮中心喔 但長攻兵沒有停下來喔 而是繼續出 然後租進到城堡裡面 增加城堡的傷害力 現在傷害非常高 超多箭矢 這個要修回來也不太可能喔 雖然有村民在修理 好這一波長攻還在繼續秀 現在MIPER沒有打算要繼續開農了 現在MIPER已經在轉型了喔 他的打法真的是變得跟以前有所不同 以前就是各種3TC開農 3TC惡農惡目 直接農了起來 但是現在的MIPER呢 是屬於一個 像 HERA以前的打法 就是 開稿 反而是HERA遇到MIPER 就是直接轉手回攻 開農再說 兩邊的打法風格 就是有點大改變 好 但對方不利爹已經點到了這個帝王師帶 CM內這邊在高地上方還是賺到了一些長攻的血量 甚至來說是守得很輕鬆喔 並沒有太大的壓力 雖然對方龍射程優勢喔 但還是要浪費非常多的手術喔 再控這一坨長攻喔 這控月久對CM內來說是有利的 因為他現在是到帝王時代了 但正面部分沒有城堡的關係 所以這裡長攻如果壓制進來 主金就不能挖了 那他的附近的部分 還好右邊喔 還有這一棟黃金可以挖 好 那這些長攻看要不要壓制在這個位置喔 這個位置其實也OK 那對方的戰狼 喔 不是戰狼 這個巨型投石機呢 已經開拆城堡了 這跟城堡可能很快就會被拆除 上方戰毛兵繼續往前走 開始要來逼退MIPER這邊 但MIPER這邊依舊是雙TCKANO 那CM內這邊其實死傷的村民數 並不是非常多喔 大概只有死了九村而已喔 所以經濟並不會太差 這邊長攻想要去點巨頭 但是沒有辦法 城堡就在後方 這個城堡一定要棄手了 但MIPER的長攻數量來到了可怕的四十隻 但對手已經點下了三級射 還有戰毛兵化學 基本上攻兵路線已經要全部點完 待會有黃金之後 可以再轉長攻兵喔 或是轉這個騎士 都可以 目前CM內好像沒有要轉長攻的一手 現在長攻沒有在生產 而是用戰毛兵配戰狼的方式 可能想要反擊回去喔 那戰狼這個科技喔 打長攻兵其實也蠻厲害的 因為他這個巨頭暴在傷害的關係 長攻兵基本上都聚在一起喔 所以戰狼科技打這個 效果其實不錯的 好這邊轉出了頭石車 直接開查 然後這邊要圍起來 但這邊村民死傷慘重 這邊想要偷點 哎呀 頭石車砸到了 再來一發 哇 戰毛兵直接損失慘重 但是Viper這邊也被擊殺到的一些村民 甚至殺的比Viper還要多 這裡戰局感覺對Viper不太友善 現在是105村對上71村 CM內的經濟優勢非常巨大 領先30村起跳了 好 布列典這裡是 這個CM內點下了戰狼科技 哎唷取消了 好先點下應有其兵喔 結果CM內也轉成了長弓 長弓兵大戰 是一般的賽事看不到了 這個賽事居然 可以選擇同樣的文明喔 非常特別 好這時候Viper 工兵雖然來到了51隻 正面部隊使用大量的長弓兵反制回去 想要研發精銳長弓 還好不是用上半城堡研發的 這根城堡應該是可以研發成功的問題 沒有問題 這邊要炸的是 對方的戰狼兵還是投石車呢 好修回來 OK 最後用使用自己的巨頭拆掉了投石車 好這邊MAP還是要走動一下 看一下巨頭打的是什麼 如果他點自己的長弓兵的話 就要稍微走位一下 不然被巨頭炸到會很痛 好這個巨頭跑不掉了 數量壓制 長弓就是這麼的beautiful 劍羽非常的美 50隻長弓 長弓大隊 在MAP這邊打的是正毛兵的稍微防禦 但長弓兵已經升級好了 6加6死了射程 化學再補下 基本上就全滿了 好防禦還沒有點 OK 沒有關係 Stay My Night這邊 還沒有轉出其他的單位 但是如果現在要轉出奇兵的話 也扛不太住喔 因為長弓兵的傷害 現在數量太多了 當然有其他打法啦 但我覺得Stay My Night的話 不略點情況下 還是用戰狼巨頭 去解這個長弓兵喔 會更有效率一點 畢竟射程上有優勢 而且長弓兵通常都是聚在一起的 只要打到一把也會死傷一片的 左邊這根城堡 產出了更多的長弓兵 化學補下 7加4的傷害 傷害來到了最頂峰 11共傷害 現在來到40 射程12 城堡的射程只有8加3 11射程 所以現在長弓兵要手撕城堡 也是可以 但不太會有人會這樣做 有點虧啊 城堡血量很多的 好 終於補下了三級的弓兵鎧架 但三百內這邊也是想要打一個多線 從下面進攻 但是看到這邊都已經尾死了 這邊趕快拉一些長弓 進行包抄 有機會嗎 三百內的弓兵進行撤退當中 直接拉起了戰謀兵 開始往前 這時候三百內點下了金瑞的升級 這時候BIPER掏出了 戰狼 投石車 這個巨型投石機 等等就要出來 那好像還沒有點戰狼的樣子啊 好 左邊有一隻老頭 拿不到生物 開始招搶 三百內村民 想要在後方搞事嗎 補一個馬舅 出落馬 開始砍後方的村民 好 這邊工兵數量來到可怕的 73隻 這要分兩隊控制了 這個一隊控制一個 分兩隊 一隊一個 好 好 這時候補下了手推側的升級 還有專瓦技術 瞭望技術 提升一下建築的防御率 那BIPER第一時間 也沒有讓這個巨頭 就先往前 他可能想要一波打爆對方 所以一定要先累積一些數量 好 這邊常攻對射 還有後方戰毛兵 到底是混搭戰毛的常攻比較厲害呢 還是存常攻更有優勢呢 這一波我們來看一下 還是數量上的常攻更有優勢一點 好猛啊 好 常攻數量要下降大概十隻左右 好猛喔 OK 巨型偷使機已經架了起來 SAMINE這邊也是趕快升級了專瓦技術 想要提升一下城堡的防禦能力 那這邊 這邊讓BIPER已經有防守的 常攻正在左邊了 上方高地 悬崖上的高地常攻 還在進行巡邏輸出的動作 巨型偷使機的戰狼科技喔 現在才補下了 好 左邊城堡也被SAMINE進行攻城當中 現在SAMINE在多線進攻喔 OK 戰狼升級好 這邊要反制回去嗎 欸 這個居然沒有辦法直接回打 應該可以吧 可以啊 OK 互打開始 左邊的常攻數量 開始越來越少了 只剩下20隻左右的單位了 對方的戰狼兵 還是做到一個不錯的防守效果 只要常攻兵的數量太少 基本上就扛不太住 好 剩滿那個下方的村民 要趕快跑了 這邊常攻終於被解掉了一坨 喔 巨型偷使機反制 趕快跑 這個不跑會死傷慘重 OK VIPER上方的城堡 有機會 守得下來嗎 這邊產出更多的常攻兵 好 這邊決定要撤退了 怕自己的巨頭被砸掉 哇 結果左邊這根城堡還守住啦 那目前VIPER的想法是拆掉對方所有的城堡 那只剩下自己有城堡可以喘出常攻兵的話 就可以繼續延續這個優勢了 所以現在 在 補列典城堡的保留 是非常重要的 那目前VIPER這邊也剩下三座城堡 那VIPER也面臨同樣的問題 在滿內這邊也是想要極力的趕快把城堡解決掉 但是巨型偷使機如果架起來 攻擊是對方的巨頭的話 很快就會解決掉 這裡戰狼砸到了 哇 一排長攻直接損失掉 好 左邊再補了一發 對方趕快修 但是VIPER中間這根城堡被拿了下來 常攻兵直接點射 射掉了 巨型偷使機 這邊在偉大學想要把這一坨的常攻給包住 好 這裡打歪 戰狼再繼續丟 中了 兩隻戰狼兵倒地 好 這邊 這邊 攻兵出不去了 所以沒有打算要逃了 好 下方偷包黃金 但是被對方的戰狼給抓包 VIPER這邊要把他轉出一些奇兵科技呢 還是繼續前壓 目前村民術來說 SAMINE還是優於VIPER 30吋村民 村民術來說還是非常優勢 顯然VIPER是用軍事上的打擊 給SAMINE更多的壓力 但滿神奇的 明明SAMINE這邊經濟一直領先 軍事照理來說也是會領先VIPER才對 VIPER這一坨常攻兵 成型之後真的是很難撿 好 這邊戰狼兵還是有效的去反制了一些常攻回去 數量掉到了剩18隻左右 好 零點這邊轉出了衝撤升級 哇 你現在才點戰狼號啊 難怪你剛剛一直打不贏VIPER的巨頭 哇 誰買那隻自己在雷 終於看懂了 我就想說 兩邊都有戰狼的情況下 怎麼還會打輸 這是一件滿神奇的事情 好 有戰狼科技也可以打常攻兵囉 但右防的黃金礦該怎麼防守呢 VIPER右邊的黃金不能繼續挖 現在在專心攻城中間的城堡 但VIPER的城堡數量只剩下兩棟了 現在城堡數量是比SAMINE還都少的 好 這一波用常攻直接點掉對方巨頭 再用自己的巨頭 點掉對方的巨頭 這一波交換來說 兩邊都有死傷 火力點 VIPER可能要修一下這兩台巨頭了 好 這邊轉出了衝撤 準備要來開拆正面的木槍 那SAMINE這邊現在有經濟優勢的情況下 我認為可以多轉一點農田 轉到大概50片田 甚至60片田 轉一些肉馬升級進去 去讓VIPER打多線 讓VIPER的常攻優勢 不復存在 是會更好一點 結果是VIPER這邊先轉了嗎 馬凱 然後 肉馬升級跟跟蹤技術 結果先轉肉馬的是VIPER 那MAP這邊村民術下降很多 而且沒有再繼續補了 這邊有點卡人口 那MAP這邊想法是 反正不列典玩常攻病的話 人口經濟不需要這麼多 村民太多的話會影響到常攻的數量 那如果不出 不出村民的話 就可以節省這個人口 好 趕快再補一個三級的馬凱 這邊轉出肉馬開始反擊 巨型偷吃機直接砸掉了後方兩台巨頭 好 三級馬凱也補下了 有三級馬凱之後 肉馬待會打這些戰毛兵 也會比較好打一點 直接變成六點遠反 戰毛兵怎麼打都是一點 肉馬解衝車戰毛兵 都是很好用的 就是會比較怕常攻兵而已 常攻兵傷害太高了 OK 正面上方的常攻 也是在努力抵抗 但是C馬內完全不管城堡 直接硬解 當然也確實解到 VIPER一些常攻兵的數量 但後方常攻兵直接走到後方 被當地村民爆打一波 這邊村民損上一點慘重 但是肉馬過來解了 VIPER這邊可能要再補一些村民 OK 有在補了 好 肉馬過來解一解的非常快速 三級防護的威力之下 在毛兵怎麼打都是一滴 覺得很輕鬆 這時候VIPER開始把戰線往右移了 決定不再繼續攻城城堡 因為以VIPER的視角來說 他這邊是低處 然後這邊是高地 你看這邊是有懸崖的 所以這邊打越久 他的巨頭只要站在這個位置 就可以獲得更多的優勢 好 開始往下攻擊 這些衝車可能要被肉馬全部抓掉了 好 這時候Semane也是轉出了肉馬 要來進行轉兵了 好 哇 這邊看到大量戰毛 VIPER開心得要命 哎呀 這就是我想看到的畫面 雖然戰毛兵集火打一下 沒打60下 就可以收掉一隻肉馬 也是不錯的 但是對方的肉馬也是擊殺的更快 後方還有殘獲兵緊接在後 這一波肉馬壓制 把這邊戰毛兵的數量 壓制到剩下60隻左右 好 這時候補下更多的肉馬 但以經濟量來說 Semane是更有經濟優勢的 但會轉出大量肉馬的話 VIPER可能會不太好打 這邊再持續壓了過來 好 結果這邊的馬就沒有蓋好 只蓋好兩個馬就而已 好 但這邊的肉馬 全部往裡面衝刺 開始要來騷擾裡面的村民 多線騷擾的情況下 Semane突然打出了GG 哇 這一波 Semane打的還算不錯啦 其實還是有做到很多事情 VIPER這邊打的也讓我有點害怕 還以為會被Semane翻盤回去 因為他的城堡只剩下兩座了 這兩座城堡要是再沒了 他就真的要沒了 但VIPER這邊黃金是怎樣 來到了4000黃金 地圖上的野金 都是被VIPER給控制了 Semane這邊則是遇到了斷經的問題 只能轉出肉馬跟戰毛 但他可能覺得只用垃圾病的情況下 是打不贏不列顛的 但這個情況我也不太確定了 左邊這一波慘狂 確實不好解 這個要解的話要等戰毛過來 然後這裡再做一個拉扯 經濟又會損傷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哇 經濟的部分 是有Semane拿到的食物跟木材是剩六 食物則是贏了6000 木頭則是贏了快要17000左右 經濟來說是非常優秀的 黃金的部分是VIPER 是贏了快要將近7000黃金 非常多 石頭花則是贏了1000 而且擁有三聖物 那看這場來說 兩邊的一個不列顛戰術打法 選擇來說 我覺得3TC看是沒有問題的 問題是後續的這些長攻沒有繼續出 而且沒有優先點下戰狼科技 這些東西都是不列顛內戰 比較重要的一些東西 那Semane走的是一個大量戰卯 使用經濟優勢 去用大量戰卯去壓制對手的一個打法 那這個打法的缺點就是 很容易被壓制住 因為沒有射程上的優勢 那傷害力呢也不是特別的高 但VIPER這邊是一直堅持使用這個長攻B 那後續再配上弱馬打法 我覺得是更適合的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